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取冠军之前是否会有什么 还是很迷茫的状态 不是没有真是想过自己拿冠军 如果真的想过自己拿冠军的话 应该都会想过自己会讲些什么 但是那一刻真的没有 所以很想多谢其他人 当派的感想是很想多谢很多人 因为没有很多人的帮助 我绝对没有今天 我觉得是这样 那一直都说没有主动自己拿冠军 你那时候心里是谁 我想我是龙子权Fatboy 其实Ian也是 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的特点都很特别 因为龙子权如果拿冠军 因为花姐没有想过他由99到50到40到30 所以我觉得如果拿冠冠军 我很想看花姐的样子 所以Fatboy是一个不是很传闻的 但很多人都喜欢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这样 现在已经有一个广告 有一个广告和两个人出剧 要去谈论的话 他自己是否都很能够 一定会期待 因为除了唱歌和跳舞 我自己都很喜欢尝试其他东西 所以现在有这两个机会 一定会好好珍惜 会做好这两个东西 无论这两个东西 我在里面重不重要都好 我都会尽力牵推地学习 是否都已经决定要签 你的公司 因为决策刚刚没真的决定 之后会签哪一间公司 但我觉得自己是一个 不会黄本的人 所以我想我会问很多人的意见 然后尊重大家的想法 我最早就会 有其他的公司 一定会考虑 我觉得大家都会尊重我的想法 所以 但所有东西我觉得自己决定 我觉得这些东西 我很想成功再考虑 现在赢了100万 有没有一个比赛 一定不会只用在我身上 因为这100万 其实我之前也说过 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努力 虽然自己的努力是必须的 但是很多人的努力 才帮助你拿到这100万 所以我觉得自己的100万 是要去帮到很多其他人 不会单纯是给自己的